故明君贤将,所以动以圣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孙子兵法,公元前五世纪。 这种所谓先知,在当今世界上被称为特务活动,小说家则称之为谍报。 主要演员,尤尔·布莱纳,亨利·方达。 德克·伯加德,菲利普·努瓦雷,米歇尔·布凯,导演亨利·威纳伊。 蛇 根据皮埃尔·诺尔的小说,第十三个自杀者改编。 编剧,亨利·威纳伊,吉尔·佩罗尔德,摄影克勒德·洛鲁瓦。 法国拉伯埃尔德影片公司,1973年出品。 闲剧,亨利·海管道魔道振工作室。 并火无赔角形。 ely乐·消耗传役尔德也 10月25日,11点45分,美国驻法国大使来到了爱丽舍宫,转成了一封美国总统至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亲笔信。 共和国总统先生,建议情况异常严重,我认为有必要不通过正式外交途径直接奉告下述情况。 根据一个最近获准来美国避难的苏联情报机关重要成员的透露,我们获悉,在法国存在着一个为苏联工作的庞大的间谍网。 在贵国领导机构中就有他们的成员,这些人并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界深居要职。 我国情报局随时准备向您提供确切情报,使贵国足以消除这一对法国和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胁。 共和国总统这就接见您。 发离奥利机场 9月15日16点20分 乘302航次去莫斯科的旅客门,请你们马上到3号门去。 乘302航次去莫斯科的旅客门,请你们马上到3号门去。 乘302航次去莫斯科的旅客门,请你们马上到3号门去莫斯科的旅客。 乘302航次去莫斯科的旅客门,请你们马上到4号门去。 乘402航次去莫斯科的旅客门,请你们马上到45号门去。 乘402航次去莫斯科的旅客门,请你们马上到45号门去。 小师コ次去莫斯科的旅客门,请你们马上到4号门,请你们马上到5号门去莫斯科的旅客门。 已是谁。 请给一瓶白蓝地 好 先生 请给一瓶白蓝地 请给一瓶白蓝地 苏联大使馆二等参赞 对 住巴黎的 他请求我们保护 不 还有他妻子在候机室 佛拉索夫先生担心他妻子被强行带走 船302号子去莫斯科的旅客请注意了 班机将延迟一小时起飞 旅客们可以到餐厅去 那可以点心和饮料 船302号子去莫斯科的旅客请注意了 班机将延迟一小时起飞 旅客们可以到餐厅去 那可以点心 他去候机室的 可突然跑到机场警察署去了 就在旁边 我一点也没办法 对 对 好吧 我试试看 我再说一遍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我什么也不知道 随便你们 佛拉索夫太太 请交出你的护照 你别担心太太 我们外交部的代表马上就到 我们使馆的一等秘书也正在赶来 请旅客们注意了 因为班机误点 去莫斯科的302号子 将延迟两小时起飞 请旅客们用午餐 因为班机误点 去莫斯科的302号子 将延迟两小时起飞 请旅客们用午餐 我是卡本机场主任 我的助手 苏联大使馆的先生们 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 请跟我来 弗拉索夫先生令人遗憾的行动 是由于他神经过分紧张 他操劳过度了 他本来是回莫斯科养病去的 弗拉索夫先生要想留在法国 我们倒有很出色的代表 我是警官Jaws 你好 弗拉索夫太太在那 这样对待弗拉索夫太太 我们抗议 你们扣留她的外交护照 这是非法扣抗 先生 你对这个词的含义根本不懂 很显然 如果弗拉索夫太太 她想离开我国 随时都可以 我们可以去问她 你愿意的吧 请进 太太请吧 太太 你想乘这次班机回莫斯科吗 大胆说吧 我丈夫在哪 我要见我丈夫 请进来弗拉索夫先生 弗拉索夫上校 现在还来得及 你考虑一下 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 先生们 在这讲话 请大家都用法语 好几个旁边 阿里克西 出什么事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该怎么办呢 太太我不得不请你简化 也用法语 我不回莫斯科去了 跟我在一起吧 我请求你 你用不着害怕 我们会受到保护 那孩子呢 一万二十岁了 克里格里十八了 现在都是大人了 我回莫斯科 先生们 我再一次请求你们 把我送到美国大使馆去 当然 你一定能到那去 可是先听我说 参赞先生 你是苏联特务机关的 弗拉索夫上校 要知道我们盯了你几个月了 不能就这么让你走了 这不是旅行社 来机场接我 送我到美国大使馆 你得给我点什么 一个情报 只要一个就够了 弗拉索夫上校 要不是我们在那 你早就去莫斯科了 不错 我请求过你们的保护 不过我现在请求你们 把我送到美国大使馆去 他不会说的 局长先生 我们还有四十八小时呢 他昨天一夜没睡 今天也睡不了多少 明天他准盯不住 看着吧 什么事 我是Lafavor 局长先生打叫你了 有件事要请你听听 好吧 那你就开始说吧 我刚才说过了 是啊 再说一遍 先说你是什么人 我叫Yannina Santelli 是奥利机场 小卖部的售货员 今天上午十一点左右 有位先生来买白兰地 全再说一遍 当然 他付钱的时候 把一百法郎的票子 塞到我手里 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 然后他突然发疯似的 冲进机场警察署 就这些 我念给你听 局长先生 请立即打电话 号码2657460 这是美国大使馆 就说Alex Fidlowich Flasov要求去美国避难 谢谢 电话他已经打了是吗 是的局长先生 好 这下完了 达威尔 你的48小时完了 美国大使馆 从后边扑过来了 除非 你送错个大使馆 我去办 达威尔 灵活点 只要你说说 在法国跟谁联系就行了 我再一次请求 你们送我到美国大使馆去 Flasov上校 我们送你到大使馆去 去苏联大使馆 我不信你们会怎么做 你等一会儿就信了 你们犯了一个职业性的错误 知道 我完全明白 部长先生 请允许我再向您申诉一下 外交部 外交部丝毫也不考虑我们工作上的迫切性 Flasov是块肥肉 是的 那当然 好 我让步 我很遗憾 这是谋杀 不 是自杀 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大伯儿 你听见吗 你在哪 在苏联大使馆门口 局长先生 马上就回来 局长先生 马上就回来 我说 我是阿布莱恩 美国大使馆的 你电话早来了三分钟 他正要开口 捞不到什么油水的 塔威尔 法国没有收买一个叛国分子的本钱 美国驻巴黎大使馆 第二天 九月十六日早晨六点三十分 我是拉菲菲尔他们出发了 方向崩度阿子 跟预料的一样 完了 九点半了 始终没有情况 没有 没有 没有发现飞机 比利时边境 到了 佛拉索夫先生 抽美国烟吗 恐怕淡了一点 你会习惯的 你的飞机在半小时内起飞 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到达华成顿 一路平安 祝你幸运 谢谢 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 阿里克斯·菲多罗维奇·佛拉索夫上校乘专机到达华盛顿 他立即被送到离白宫只有二十分钟路程的兰格利 美国特务机关中央情报局就设在这 这个大厦 这个大厦在华盛顿仅次于五角大楼 占地五十公顷 造价相当于二百三十亿法郎 中央情报局在国外雇佣了二十万名左右的特工人员 在总部有一万名雇员 科学家 电子专家 经济学家 心理学家 原子能学者 内外科医师 飞行员 密码抛逸专家 研究伊斯兰法 中国造传业 以及政治 冶金 柔术 化学 物理 和微型摄影的专家 每月有二十万份共产党的刊物 哪怕是最没有价值的也译成了英文 还有公路图 火车时刻表 电话部 医学协会和科研机构的报告 从以上这些提供的点滴情报汇总起来 立即被分档归类 各种语言的专家 夜以继日地监听国外电台 分析每一个情报 这种翻译机 每小时能译出三万字 微型胶卷洗印这间 这些是复印机 四千万张卡片 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卡片箱 总之 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 最秘密的活动 组成了这种第三力量 这种力量 经常帮助某些国家的解放运动 时而 又在一些国家煽动暴乱 颠覆政府 据纽约时报估计 中央情报局每年的预算高达十亿美元 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 艾伦·戴威斯先生 在这个国中之国 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就在这幢中央大楼里 阿里克斯·戴威斯·弗拉索 在接受第一次测验 测谎器的测验 你准备如实陈述吗 是的 你的年龄 五十 我生于 七月十一日 列宁格勒 你什么时候到华盛顿的 三天前 你什么时候决定选择自由 自由 每个人要不同解释 回答问题吧 弗拉索夫先生 你爱你孩子吗 爱 你跟幼女发生过性的关系吗 没有 你想跟幼女发生性的关系吗 不 你跟男人有过性的关系吗 没有 这是第三百八十八个问题 你回答的都是实话吗 是的 没有 因为你们训问的方式是使用下流的语言进行的 弗拉索夫先生 请回答是或者不 你要求来美国政治避难吗 是的 你这样做有危害美国利益的企图吗 没有 我没有危害美国利益的企图 只是为了反抗统治我们国家的暴君 我爱我的国家 再说一遍弗拉索夫先生 回答是或者不 好不好 你结婚几年了 二十一年 你跟妻子还有性的关系吗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大可能 你们最后一次性的关系是什么时候 你好好听着 我是克格波的阿里克西弗拉索夫上校 我抛弃了 我的家庭 我冒着生命危险是为了来向你们美国政府透露一些极其重要情报的 绝不是来跟你们这些色情狂胡扯我的什么性生活的 我们谈下去 弗拉索夫先生 你最后一次欺骗妻子是什么时候 你们大概知道了 我再证实一下 一个月以前 跟你们的一个同胞 谢谢 黎太太 你会说英语吗 很差 我们还是讲意大利语 或者法语好吗 好吧 黎太太 你是一个美国人 我相信你的忠诚 我丈夫是美国人 我是意大利人 可是这无关紧要 你就问吧 太太 你是在哪认识布拉索夫先生的 那是在巴黎 英国大使馆的 一次招待会上 谁给你们介绍的 没人介绍 我看他一眼 他看我一眼 就一起离开了 当时你丈夫不在 要知道我丈夫 我们很少在一起生活 我们只是 只是偶然见见面 后来你跟弗拉索夫先生离开了 去哪呢 去我旅馆 他给你留下了个什么样的印象 了不起的印象 像这样的男人 真是越来越少了 太可惜 李太太 你跟女间谍在枕头边上嘀咕什么呢 亲爱的 基夫和莫斯科之间你们有多少装甲车 还是说 亲爱的姨妈 再谈谈你们的导弹 我就给你点好处 好了 李太太 严肃点吧 她没有跟你说过她的职业性活动吗 意大利有这么句话 要是谁要想打听男人的事情 就去问她妻子 要是想打听她妻子的事情 就去问她情妇 早知道你要打听我真该嫁给她 可我呢 只做了一夜的情妇 你想想 男人在完事之后会怎么样呢 她睡着了先生 对吗 好 开始吧 审讯阿里克赛菲特洛维吉弗拉松 关于1968年8月25日 捷克斯洛拉克暴动期间 他到布拉格区的使命 开始 巴索尔夫先生 你去布拉格的命令是谁签署的 马卡洛尔夫上校 他当时是人民民主国家处的负责人 你是在哪一天接到这个命令的 1968年8月快到月底的时候 我说不上确切是哪一天了 巴索尔夫先生 为什么选中你担任这个使命 我跟梅奇切夫一起工作过 他是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专家 你说马克洛夫上校 当时是你那个处的处长 完全正确 巴索尔夫先生 你能不能够肯定 马克洛夫上校 在1968年8月 是人民民主国家处的负责人 你对了 当时处长还是克洛尔夫斯基 那么你去布拉格的命令是马克洛夫签署的 这又怎么解释呢 克洛尔夫斯基当时在克里米亚休假 马克洛夫暂时代理他 你怎么去布拉格的 没什么可说的 在大马斯格上的飞机就到了布拉格 直达的 弗拉索尔夫先生 不 我在尼克西亚换了飞机 别处我没听过 又是你对了 飞机出了一点什么技术故障 我们不得不在 索比亚停了一下 那么以后呢 多布罗文来机场接我 当杰克暴动一开始 他就在那 大斯格先生 你肯定是多布罗文来接你的吗 绝对肯定 他开车来接我 我们一起离开机场的 是尼克莱伊安德里亚诺维奇 多布罗文 不 当然不是 我所说的是 米哈伊尔安德里亚诺维奇多布罗文 他比你说的那个小十五岁 对不起 弗拉索尔夫先生 接你的是 米哈伊尔安德里亚诺维奇多布罗文 往下说 他介绍了当时的局势 我们的坦克把秩序恢复了 剩下的只是些扫尾工作 你指的扫尾工作是什么意思 促清孤立的据点 重建民主的社会主义 用俄国人的坦克来重建 杰克斯勒瓦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对 四五年也是俄国坦克摧毁了 希特勒法西斯军队 从而给杰克人带来了自由 布罗沙夫先生 难道六八年 你们还在摧毁希特勒的 法西斯军队吗 有时候一种药能够治很多种病 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首先是个战略性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 社会主义的新边疆 我们为他 在战争中牺牲两千万人 你们不是也有你们的新边疆吗 你们在珠湾登陆 不也为保卫你们的生活方式吗 我们不要彼此挑剔了 弗拉扫先生 既然你们的新边疆这么完美 你干嘛到这来 我到这来 是因为斯加班巴弗洛伦伊万诺 叫你的机器别忙了 你的档案里没他 他是个老邪将 在莫斯科我家附近的一个底层里休息 战争中他死了两个儿子 一个在斯大林格勒 一个在潜水厅里 有一天 我深更半夜回家 看见一线灯光 斯加班正弯着腰 修之破血 想把它修好了 再能穿一穿 我看着看着 突然悟到我用毕生的精力去 改造人 操纵人 锤炼人 用暴力巡抚人 造就新人 更好的人 可对斯加班 五十年的革命 对他的生活 丝毫没有改变 我该怎么做 在我国 无法从内部反对 现存剧途 所以我来了 先生们 弗拉索夫在撒谎 关键是第三百九十个问题 关于他到美国来的真实意图 你这样做 有危害美国利益的企图吗 没有 我没有危害美国利益的企图 只是为了反抗我们国家的暴军 这就是撒谎 扎索夫撒谎 他说是为了老邪将到华盛顿来的 他到底是为什么投奔西方的呢 要找真正的原因 得翻翻他的历史 1964年5月1日 在莫斯科红厂 举行了传统的检阅仪式 兴高采烈的人群 欢呼尼基塔赫鲁晓夫 登上了检阅台 按照仪式 国防部长 马林诺夫斯给元帅 最后一个登上检阅台 在检阅台上的有 尼仁斯基 杰洛夫 阿里克西菲托罗维奇 普拉索夫上校 伊波夫斯基 15年来 杰洛夫一直是属于 赫鲁晓夫集团的 普拉索夫娶了他妹妹 哈吉亚娜 由于这一结合 加上他个人的才干 普拉索夫官运亨通 清云直上 现在人都就位了 检阅开始 福隆之军事学院的学员 普拉索夫 马林诺夫斯基 赫鲁晓夫 列宁政治学院的学员 布列尼夫 法采瓦 米高扬 苏联海军的代表 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装甲兵部队 由于阅兵式长达数小时 我们把影片进行了剪辑 当中的是 谢苗布琼尼元帅 现在是莫斯科市民的游行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 事前得到指示的苏联摄影师 总是把镜头对着普拉索夫 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格鲁晓夫献花 同样的 他们也向普拉索夫献花 显然 普拉索夫在赫鲁晓夫集团中 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人物 这种情景 后来被赫鲁晓夫的政敌 称为个人崇拜 这是1964年的5月1日 同年10月 赫鲁晓夫下台 取而代之的是 布列尼夫 下面请仔细看 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短片 这次是布列尼夫坐在台上 周围是他的集团成员 和党的其他领导人 不用再找贝洛夫了 他和和鲁晓夫一起 跌入了陷阱 无声无息了 富拉索夫跟着他的内胸 一起导运了 摄影机的镜头 不再对着他了 我们偶尔在人群中 找到了失去势力的 佛拉索夫 他重新穿上了 上校军官组 在结束席 看着笠结局 没错 摄影机的 完成了 和鲁晓夫 和鲁晓夫 接着 谷晓夫 看着 雅 简单 在 雅 从此他走下坡路了 1906年他被派到苏联驻安卡拉大使馆 担任文化随缘助理的职务 在那发生了一个造成他今天结局的小插曲 现在我们请英国情报局的菲利普贝尔先生来谈的吧 谢谢 我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时候认识他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值得争取的 看上去他他真有点脆弱 总而言之我安排了几次类似这样的会面都 都显得很随便 我跟他很合的来 看上去他总有点怨气还有点悲观失望 这我可以肯定 可是当时我还不敢相信他的那种 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信念 会这样榜然无存 只觉得他是个可用的人 总之我想还是想常说的那样 让他刮鼠底落为好 所以我把情况转给了你们 还有这张无聊的相片 经过就是这么些 谢谢 离开安卡拉 他在莫斯科待了三年 就被派到巴黎 担任使馆二等参赞 到安卡拉以后 他的家庭生活 已经出现裂痕 到了巴黎 他的行为就开始不检点了 从跟这个女人以后 或从天降 莫斯科决定把她召回 阿索夫已经到了五十岁了 还没当上将军 他知道回去 即使不受更大的处分 也只能以上校聊此残生 而他在国外又尝到了 生活是那么自由 那么轻松愉快 所以他就决定 投奔西方了 先生们 这就是弗拉索夫上校 今天来到我们这儿的真正原因 完了 我因为弗拉索夫撒了 这个弥天大谎 当然 他不撒谎 我倒不放心了 他不撒谎不行啊 普拉索夫是个会在家放里 做文章的人 敢这一行谁还不会 他要对自己成认是叛徒 就没法活下去了 难道他能说 要教训教训那些 不提升我的狗崽子 才不呢 他这个人一向很清高 所以就撒了个谎 什么暴君呢 可怜的邪将啊 这谎撒得不错 今天晚上就走 是啊 明天得到伦敦 我说我们保持联系 当然 他要说点什么 你第一个知道 不会忘了安克拉这一段 我是Alan Davis 知道 弗拉索夫先生 你要在我们这儿 做六个月的课 我们会尽量使你过得愉快 谢谢 OK 给你 我叫Kate Klaus 我是来给你做伴的 是吗 我可以当你的管家 你的秘书 你的朋友 随你挑 为了这些特别服务项目 他们给你多少钱 很多 我是搬到你屋里去 还是睡内屋 我看为了你好 还是睡内屋 要是你希望换个管家的话 也没问题 我不怪你 不不 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管家 在任何一种其他情况下 那我一定会乐于从命 那到底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当众表演 苏联和他的 为新国对西方的安全 构成一种经常性的威胁 面对着威胁 你们就建立了一道防线 这防线 就是你们控制下的十四国军事联盟 你们称之为北约 在维持和平共处上 它起了作用 一切顺利 可我得告诉你们 除非你们很快行动 非常快 不然两年之内 北约就不存在了 你们被渗透了 北约组织的每个绝密文件 送到你们桌上的同时 也送到了我的桌上 因为在你们 北约组织的最高机构里 有我们的人 我是说最高机构里 知道名字吗 大部分 除了在英国的 我跟英国的没联系 至于法国 他虽然退出了北约组织 可他还是欧洲防御的关键 我这有两个名字 并且还有确凿的证据 你们的薄弱环节 是西德 那儿我有不少人的名字 那儿我有不少人的名字 说明了 这儿有不少人的名字 这儿有不少人的名字 我怎么没没有 我怎么看 我怎么看 在内部的箱子里 我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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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不少人的名字 我怎么看 驾驶 马回来了 可将军没回来 马回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应该告诉你 你新疆和史特莱利斯将军会晤的消息 我已经透露给伯温最高当局了 你什么 我把北约组织所有密码通讯停止了两天了 还派了一名私人代表 协助你安排这次绝密的会晤 可以向伯温当局透露了 我不能不这样 你是中央情报局局长 你来和风史特莱利斯将军秘密会晤 他是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显然我不能把这件事瞒着我国政府 好吧 再过一小时你还可以告诉他们 风史特莱利斯是苏联特务 而且还有别人 佛罗斯特莱利斯说的 我干了四十年的谍报工作 什么事情我没经过 可是 风史特莱利斯将军 我十年来的高级助手 没法相信 来不去 先生 来不去 先生 我 我真没想到 自杀了 这样也许更好 能避免宠闻 好极了 避免了 可下面还有呢 菲尔森的事怎么办 菲尔森在休假 西德科尼科斯 十月八日上午八点三十分 孩子们 吃早饭了 来了 妈 爸爸 你看我们 爸爸 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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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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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